我是陈慧婷 这是一种幻想 短暂的青春市场 爱的症状要先预防 1点01分 回到青春点点点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 每天的凌晨 一天的一开始 两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 0223639955 23639955 哈喽 喂 嗨嗨 你好 你是谁啊 我是 小杰 小杰 小杰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就 很害羞 讲不出 深呼吸来 我们一起吸 再吐气 小杰你听起来好年轻哦 你几岁啊 十七 十七岁的小杰 你的生活现在有什么烦恼呢 呃就 呃太快乐了 太快乐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的天啊 所以你今天打到今天 是要分享你有多快乐这样吗 与你分享的快乐 生活独自拥有 没有还是有一点小烦恼 所以你是要讲你的小烦恼吗 想要问你们 好啊 因为感觉你们经验比较丰富 我说老我刚刚打个喷嚏我肋骨好痛 啊 请问请问经验丰富问哥问哥 就是 呃 就是有喜欢的人这样啊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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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会摸我头 嗯 然后 然后会玩的时候 就是 玩的时候也 就 蛮亲密的 你们玩的亲密 叔叔想知道是亲密到什么程度 就是会 譬如说 你笑什么 我刚刚心 我自己也幻想里面了 请不要理我 就比如说 玩的时候是打打闹闹 会就是拍拍他手 他会打你的手臂 你会打他手臂 啊 讨厌讨厌 这一种 还是可能会 比如说 勾他的手臂 或是他会勒你的脖子 走走 或是 他会从背后 污住你的眼睛说 猜猜我是谁 这已经不是 比一般朋友在玩的吧 或是 从后面会环抱住你 或是 你们会正面拥抱 或是 你会做他腿上 我没有 我们的亲密程度到哪里 就我翻他白眼的时候 他会 用手盖我眼睛 翻白眼的时候 用手盖我眼睛 嗯 讨厌人家好笑哦 所以是当你在 模仿猜领的时候 他就把你眼睛盖起来 他就好有 然后就盖我眼睛 好有 那盖你眼睛之后 你会用手再去摸他的手 把他拉下来说 干嘛盖我眼睛 不会啊 我就继继继继续翻 可是他没看到 他算孤独吗 被盖住还继续翻 这也是蛮孤独的白眼 那这个怎么结束 结束在你往后退一步 还是结束他自己把手拿下来 嗯 我忘记了 哪一瞬间太慌乱了啦 没有时间 还来不及会的感受 然后就 哪一瞬间 你有看过他摸 其他女生的头吗 有 也有 所以那是他的习惯动作 我知道 我觉得是 根据老不修杰凯 喜欢摸女生头 告诉你 他其实就是会摸女生的头 根据老不修杰凯 也曾经当过17岁的少年 告诉你 17岁的少年 他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就觉得 嗯 这个女生对我释放出一些好感 我也对她释放出一些好感 那个女生对我也有一些好感 我也对她释放出一些好感 但是我什么都不确定 谁先给我告白 我就会跟他在一起 啊好笨哦 这样好没自己的脑袋哦 没错 男生就是这样子 真的哦 你想跟他在一起吗 我没有跟别人在一起过 那你会有想要跟他在一起 想要跟他交往的欲望吗 你想要他只摸你的头 不要再摸其他女生的头了 可以摸其他人 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只是 就是会比较想要 跟他相处的时间 多一点 嗯 就一起去看说 一起出去玩之类的 嗯 因为就是上次一起去看说的时候 然后就是我就推他 因为他走旁边 然后我就推他 就是挤他 然后他也挤过来 然后之后我就算了很累 然后我就头就靠在他肩膀 然后他也拖就靠过来 这个太over了吧 呵呵呵 就有点过分了吧 自己比叉叉谁看得到 对啊 那就 可是身为一个女生要怎么办呢 你要逼他 我先要問瑪莉 因為她我覺得她也好像 可能她對於想要跟人在一起什麼 她也沒有仔細的想過 我只覺得跟人在一起很開心 想要多跟她相處 就這樣 還沒有到那個佔有慾望出現耶 我覺得現在這樣很不錯 你說就維持這個樣子 因為當你一旦有佔有慾望之後 就會一切變很可怕 所以就是現在的你很快樂 你就好好享受這樣的快樂 然後反正你們是好朋友 你們會約去幹嘛約去幹嘛 你們就還是都可以一起去 但有可能會在未來有一天 接到你的電話說 她跟別人在一起了 我現在知道什麼是喜歡的感覺了 你說她跟我講嗎 不是 是她跟別人在一起以後 你就覺得很失落 因為她不再可以跟你做這些事情 喔 真難過 那所以為了避免這樣子 我應該要先去跟她在一起嗎 因為過來人今天告訴我們 誰先跟男孩說我喜歡她 她就會跟誰在一起 對啊 這還假的啊 真的啊 所以要試試看嗎 可是 可是又有一件事情就是 當 當女生 是女生告白的 這很快啊 一般來說 一般的男生就會比較不那麼 重視嗎 因為她沒有出征 她沒有狩獵 對 男生會覺得這是我自己 我自己告白 就會覺得那好像是我自己的決定 所以其實最高明的是 你要釋放出你的好感 釋放到她主動跟你告白 這超難 可是她剛剛聽起來 不像是擅長做這類似的女孩 你可以先從寫些小紙條 或是傳LINE的時候問她說 那你喜歡怎麼樣的女生啊 或是問說 那你現在有沒有喜歡的人啊 開始 我有 我同學有幫我問過 不是你同學 不是你同學 是你 我自己問過一次 結果呢 回我一個笑臉 然後就沒有再回了 然後剛好斷考 然後就沒有再回我 然後就換話題了 那某一天你可以突然提起說 有一次你回我一個笑臉 可是你好像 還沒有給我一個答案耶 那男生如果答說 你要知道這個幹嘛 我就是想知道啊 嗯 啊 這樣子哦 欸怎麼今天的情境 你沒有辦法繼續下去啊 因為我覺得青少年 好像很難揣測耶 你說男生還會回什麼是不是 對 一般的青少年 因為腦子真的很亂 然後大部分 你剛剛好混亂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對 所以大部分就是 就關機了 當 不是 就是當女生丟球的時候 青少年的腦子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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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啊 他不會像剛我們說 今天生日的那個捕手 會把面罩丟得很遠嗎 不 呃 我以我自己的經驗啊 可能就會突然就會 就啊怎麼辦 然後一般來說 可能就是 對 丟很遠有可能就是 趕快逃離 嗯 另外一種就是 趕快亂回 就先回個什麼 就敷衍一下這樣子 然後再來 另外一個就會 好好仔細的去想一想 然後如果你遇到的是 會仔細想一想的那一種呢 那就恭喜你 他應該就是你的了 那如果遇到一個 反正先亂回一個東西就過了 那那一種就是 你在一起以後你就要經歷過 蠻長一段屁孩磨合期囉 那我那時候就是有 有一個同學就 就是那時候我們在那邊玩 然後有一個同學就說 好我把你這樣拍下來 傳給某某某 看他一定會很生氣 然後之後我就問他說 他知不知道那個某某某是誰 然後他就很緊張的就回說 你不要聽到亂說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就 就達的比平常多了一點 也就是說其實有另外一個人 正在喜歡他 不知道 或是他已經有女朋友了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就問他就很穩的笑臉 那你就先問他說 欸你有 你確定他 你能確定他有沒有女朋友嗎 你不確定他你就問他 欸你有女朋友嗎 就就我知道 至少要輔嫁的時候沒有 因為 我們 去年同班 所以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剛斷考完嗎 剛斷考完 那就差不多可以問啦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問他嗎 嗯哼 對 不然來問誰 你已經問過我了 就是在問哪一次那個笑臉 對啊 好 好 聰明一點的問 你要覺得你自己是一個 非常非常聰明的女生 聰明 對 怎麼問 叫聰明 你在問他的時候 你要先告訴你自己說 我是一個聰明 有自信的女生 我想要知道這一題的答案 What do you mean 我想知道那個笑臉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你自己講完這段話以後 你再傳給他 好 好 我會做的 fighting 拜拜 有捷報在跟你們說 好 謝謝 晚安 晚安 我戀愛了 好可愛喔 好開心喔 好可愛的17歲女生喔 OMG 好開心喔 看到別人開心你也不開心 我也想要開心 你也可以很開心啊 讓我轉來問你 你有女朋友